2017年1月18日 在凤凰国际传媒中心 由凤凰卫视、凤凰网、凤凰都市传媒 一点资讯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汽车行业分会特别支持的 2016中国汽车年度盛典如约而至 本年盛典以至时代前行者为主题 盘点2016年那些锐意前行的人、车和企业 2016年 中国新车市场已独步全球的2800万辆销量 让美欧市场更加高攀不起 这一年 中国汽车业用新能源和减排技术 默默回应雾霾为成的指责 用智能化的自我变革 让颠覆者褪色 中国汽车品牌以20%的增长速度 远超行业 突出重围 扛入了合资SUV反扑和合资轿车的价格下压 盛典还聚集了几十位 中国汽车界的行业大腕与媒体意见领袖 为各大奖项颁奖 中国汽车年度盛典已经走过了五个春秋 全面整合了凤凰卫视 凤凰网 一点资讯 移动客户端 凤凰视频 凤凰都市传媒 凤凰周刊等全媒体资源 已经称为中国汽车行业最具影响力的颁奖典礼 通过整合大数据 大规模网络投票和线下专业调查 搜集到的巨量消费者信息 加强潜在购车者群体 经销商群体对年度车型的关注 全方位提升获奖车型的消费影响力 库六汽车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